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麦子学院深度学习基础介绍 机器学习课程第五阶段的第三节课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上节课 那么之前的三节视频课呢 我们跟大家介绍了 支持向量机 也就是说support vector machine 它的算法原理 在两种情况下 也就是说它是linear separable 线性可分的情况下 和linear inseparable情况下的算法原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结合支持向量机中的linear inseparable 也就是说不能线性区分的情况下 我们结合python的sklearn 也就是机器学习包的一个人脸识别问题的实例 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利用support vector machine 也就是说支持向量机 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好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大纲 那么svm我们已经全面了解了它的算法原理 怎么工作 在现实生活中的很多很多的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归类问题都可以利用svm来进行解决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拿一个程序为例子 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svm如何来被利用 进行人脸识别这样一个任务 好我们来结合python中的 在eclips pydive环境下的一个一段python的程序代码 跟大家来解释一下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我们需要导入一些cru和包 后面要用到的 比如说大概给大家介绍一下 比如说这里的我们现在是import这个time 也就是说我们在有一些步骤要计时 看这个每个步骤花多长时间 下面呢我们要import这个login 也就是说我们要答应出来一些progress进展 程序进展方面的信息 所以我们使用这个login这个包 那么下面这个metplotlib pyplot是做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程序我们想在最后把我们识别出来的人脸 来绘图来答应出来 也就是把图来绘出来 看一下这个预测的人脸和实际的人脸是不是符合 所以要用到一些绘图的功能 那么我们就从这个python里面有一个库叫metplotlib 里面有一个包叫pyplot 是一个比较强大的绘图的工具 所以我们把它也导入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主要使用python中的sklearn 也就是机器学习的酷 中的一些模块来进行人脸识别人物 当然我们核心的算法是使用的是svm 也就是说支持下降机来进行人脸的识别 也就是说进行来进行分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程序细节 首先呢我们通过这个login里面的一个函数啊 叫basicconfig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程序进展中的一些进展的信息来打印出来 好里面是一些具体的参数 那么下面呢第一步呢 因为我们要进行这个人脸识别 所以我们首先要进行数据的下载工作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就利用python sklearn里面有一个现成的函数叫做fetchlfwpeople 那这个函数是专用来下载数据集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具体的设置 就是fetchlfw它就是来下载这个装载这个一个数据集叫做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 就是一些名人库组成了一个人脸的数据集 我们具体可以看一下这个数据集是什么样子 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它有上千个人的名人 每一个人有很多的他的人脸的照片 以及他们对应的名字 一个label这样一个数据集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下载过的数据集什么样子 就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名人 每一个文件夹里面是一个人的一些照片 那么我们假如选中这个george w bush 美国的前总统布什 我们看到里面有很多他的照片 那同样呢我们收集了很多很多名人库 他的人脸的一个照片库 这就是我们下载的一个数据集 好我们现在回到代码 这时我们看一下 这个数据集里面有些具体的参数 同学们下面可以参考他这个文档来具体看一下 那么下面我们重点来介绍这个数据预处理的过程 以及我们的这个分类器 在进行SVM进行classification分类 从而进行人脸识别的过程 好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来 代用这个函数fetch lfw的时候呢 就是说我们已经把数据下载下来了 如果已经下载下来的话 我们就直接从本地文件夹中提取数据 来赋予这个lfw people这个值 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类似于字典结构的对象 这样一个数据类型 那么从中我们就会提取他们的图像呀 他们的人名呀等等信息 好的 下面我们看 当我们如果已经把数据集下载 或者已经装载过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数据集上的有一个属性 叫image.shape 来返回这个数据集 它的到底有多少个实例 也就是number of samples 就是说有多少个图 然后呢 它的这个h的w值分别是多少 也就是说这个image 我们看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本来把数据集赋予到这个lfw上面 下面我们提取它的images 然后呢 再通过靠它这个shape这样一个方式 来返回这三个值 那下面呢 我们知道x 我们要建一个matrix 就是一个矩阵 那么x呢 是我们要提取的这个 关于这个特征向量的这个矩阵 所以呢 我们通过lfwpeople.data 也就是说通过靠这个属性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数据集上的所有x 也就是说 每一行是一个实例 每一列呢 是一个特征值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特征向量的 矩阵 那下面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想知道我们一共这个特征值 这个特征向量它是多少维度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number of features 一共对于每一张人脸来讲的话 或者每一个图来讲的话 这个项链它的dimension它的这个维度是多少 或者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对应我们会提取多少个特征值 所以呢 所以呢 我们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x它是一个metrics 它是一个矩阵 那么我们通过调用shape 也就是说返回这个矩阵的 啊 行数和列数 那么它的 一就对应的就是列数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矩阵对应的列数 也就是对应的这个特征向量的维度 或者叫特征点的多少返回 那么给它赋予到这个number of features and features里面 好的 那么下面大家可能想到了 我们既然已经提取了这个x 也就是特征向量的这个矩阵 那么我们当然要选择这个 来提取这个对应的y 也就是说每个实例它对应是哪一个人脸 这个y值 也就是class label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目标分类的标记 好 我们通过调用这个本身提取出来的这个 类似于一个字典结构的这样一个对象函数 上面有一个叫target的属性 通过调用它 我们来返回这个这个数据 及它对应的这个class label 也就是y 也可以说理解成每一个实例 它所对应的 本来在这个general 就是说广泛的情况下呢 它是返回一个一组 这个函数标记 就是它是哪一类 但在这个具体的任务中呢 因为我们区分的是人脸 所以它对应的就是说不同的人身份 好 下面呢 我们通过这个lfwpeople 这个对象呢 里面有一个属性叫target names 也就是说可以返回所有的这个类别里面 到底也都有谁的名字 就拿几个名字 然后呢 从而决定我们这个到底要进行人脸识别的这个数据集中有多少个人 所以呢 在返回这个不同的名字之后呢 我们来看它的shape 也就是说它的有多少行 那就证明我们有多少个人要进行区分 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人 参与在这个数据集里面 那么返回它 我们就它付给一个新值 叫做member of classes 就是说我们现在有总共有多少类 也就是说我们有多少个人进行人脸识别 好 在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打印出来这个 刚才返回的这些信息啊 就是说我们实力的个数 我们这个特征相当的维度 以及我们总共有多少类 也就是说总共有多少人 要对他们进行人脸识别 好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 我们既然已经提取出来这个xy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拆分成两部分 也就是之前我们所讲的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在python中呢 有现成的函数 在sklearn中有一个现成的函数 叫做trim 下滑线test 下滑线split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把一个数据集 通过调用这个函数呢 通过我们来指明的参数 来分成两部分 分成这个训练集和测试集 并且可以把它训练集中的 这个x 也就是说特征向量 训练集 测试集的特征向量 还有这个训练集的特征向量 和它的y 也就是说它的归类的标记 以及测试集的对应的特征向量和class label 归类的归类的标记都可以拆分出来 就是把一个数据集可以采放进这四部分 分别对应两个矩阵和两个vector 就是说extreme是一个矩阵 然后这个xtest是测试集的一个矩阵 那么Ytrain就是说extreme 所对应的这个class label 它是一个向量 Ytrain就是测试集 xtest 所对应的一个 测试集面的向量 好 再把这个数据集 拆分成这四部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下面呢 我们要利用一个PCA 一种特殊的降维的方式 来把这个数据本身的特征量 把它的维度要降下来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原始我们从这个数据 去提出的这个像 这个维度呢 它是非常高的 也就是说在机器学习中 通常我们要提取一些特征值 然后呢 我们要根据这个特征值 结合一定的分类器来进行分类 但是在这里呢 特征值它的维度仍然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需要通过一个降维的方法 一个技术 来把特征值减少 来提高我们做预测的准确性 那么我们看一下啊 首先呢 这是一个N 就是我们的这个components 组成元素的这个数量 它是一个参数 我们把它设定为150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来 由于需要我们想计算一下 和答应出来每一步所花的时间 所以我们先起始一个初始时间 叫T0 也就是当前的时间 然后这个PCA呢 就是说一个经典的算法 我们可以把这个高维的一个特征向量 降低成一个低维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就调用一个函数 叫randomize 随机的一个PCA降维方法 在这里呢 我们传入几个参数 一个是我们刚才定义好的这个组成元素的多少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们是不是要进行whiten 把币硬还是not 然后我们来靠这个fit 对于X的训练机 就是训练机里面的向量 向量 特征向量 来进行建模 这时候呢 我们就建立了一个PC这样一个模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提取一个特征点 最好我们因为是对人脸识别专业的一个领域的一个分析 我们就不做详解 我们这里重点是介绍SBM的算法 所以呢 我们来提取一个叫Agenface 大家可以简单地把它理解成一个对于人脸的一张照片上提取一些特征值 然后呢 我们把它叫做Agenface 所以呢 这时候呢 我们把它Agenface提取出来 提取之后呢 来之后呢 我们把一些基本的信息打印出来 也就是说当前的时间 然后呢 我们从之前所提取出来的extreme 也就是我们特征量中这个训练集 它的所有的vector 也就是说 它的所有的特征向量 把它要通过PCA转化成一个更低维的一个矩阵 就是关于特征向量的一个矩阵 所以呢 我们来调用这个PCA上有一个transform的这样一个函数 那同理呢 那么对于Y 对于X 在这个测试级上的X特征向量 我们也调用同样的函数 PCA.transform 把它转化成降维之后的这样一个矩阵 好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降维工作 那么接下来就是关键的一步 就是我们要根据降维过之后的这个特征向量 也就是说 Xtrain 就是我们训练集中的特征向量 那么Ytrain 当然就是说我们训练集中的这个函数标记 归类标记 我们要通过我们现在降维过之后特征向量来结合一定的分类器进行分类 那么我们选择什么样的分类器呢 我们就当然说这一节课我们刚刚学过的SVM 它的在众多分类器中在过去一直十几年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 所以我们这里就调用这个SK-Learn中的这个SVM支持向量机的实现来对我们之前从每一张图片中提取出来特征值进行分类的这样一个任务 好 首先呢 我们答应出来 就是我们进行建模对于这个训练集 然后呢 我们记录现在的时间 接下来这个Program Grid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SVM我们之前也提过 就是说它有很多很多的参数 其中有一两个参数 在这里它是把它设置成不同的值 也就是说我尝试不同的值对于两个参数 一个叫C 那个C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SVC就是Supportable Act Machine 它的这个方程的名字 所以我们如果要调用Supportable Act Machine 在当前投文件中导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调用.svc 来进行SVM的计算 那么这个C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C呢 其实它是一个对于这个错误 这个部分进行一个Penalty 进行一个惩罚 对于它定义的一个 可以理解成一个权重吧 然后还有一个重要参数叫做Gamma 那Gamma是什么意思呢 Gamma就是说我们之前刚刚讲过 就是我们的Kernel Function 就是我们所谓的核函数 可以有不同的函数表现 比如说可以有这个RBF 就是Radio Basis Function 可以有这个多项式的Polynomial 或者可以有这个双曲线函数 Sigmoid S型函数 那么这个Gamma值的就是说 这里呢 多少的这个feature 特征点将会被使用 它有一个比例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些参数 哪些参数的组合 会产生一个最好的结果 所以呢 我们将C列出来N个值 就是E的三次方 5乘E的三次方 1乘E的四次方 和不同值的Gamma 也就是我们调用 所取用特征值中的不同比例 来建立这个核函数的 所以我们给它填入几个值 然后最后进行一个搜索 看哪一对组合 可以产生最好的classification 也就是归类的一个精确度 好 这就是为了我们对这个Parrant Grid 进行一个多个量的尝试 所以我们对C 我们填入了5个量 对于Gamma 我们也填入了6个量 那么5,6,30 一共30种组合 所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程序运行来看 这30种组合里面 哪一种可以达到最好的准确率 好 下一步我们就要建立 我们的分类器模型了 我们首先看到有一个方程号 叫Grid Search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刚才想到的 在我们调用SVC 也就是Support Vectin Machine算法的时候呢 它会尝试把所有可能的 我们之前列好的参数的组合 都放在SVC 也就是SVM 进行计算 最后看到哪一组函数 它的表现最好 也就是说 我们预测出来的准确度最高 好 这里呢 我们就根据这个Grid Search CV这个函数来实现 那么在SVC 也就是SVM函数里面呢 我们填入 首先呢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Kernel 这一点我们刚刚讲过 因为这是对图像的处理 所以我们选用这个 Radio Basis Function 作为Turnal 作为Kernel 作为核函数 那么下一步让我们选择这个 权重 我们选择一个自动的 第三个参数呢 就是我们填入我们之前定义好的 这个Pyramid Grid 就是说参数的一个方形的矩阵 或者说二维的一个尝试的一个格子状结构吧 就是说我们会尝试每两两之间参数的可能性 看哪一个可能性在实际工作中产生的结果最好 好 在这一行代码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来进行建模了 所以我们已经把这个Classifier建好了 建好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现在训练集中X 也就是特征向量的数据 以及Y 也就是现在训练集中的每一个特征向量 它的对应的实际的函数值 也就是说它的Task Label是什么 进行建模 所以这句是最关键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通过SBM来进行建模 建好之后呢 也就是我们找到了这个 使编辑最大的这个超频面 那么之后的数据呢 根据这个超频面 我们就可以预测它是属于两类中的哪一类 好 我们也需要把这个Estimate打出来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 分类器以SBM为代表的分类器建成之后呢 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的种种信息 比如它 它最好的一个Estimate是多少 好 下面我们接着看 下面呢 我们已经把这个SBM 这个算法已经调用了 并且已经建出好模型了 下面呢 我们就需要一些评估的方法来看一下 根据这个我们建好的模型 我们进行这个测试级上预测的话 看一下这个准确率到底能达到百分之多少 并且能不能给用户来呃呃呈呈一些可视化的预测结果 比如说每个人的照片 本来应该是谁 结果预测成了谁 是对还是错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 首先呢 我们把模型建好 它被存在这个CLF里面 所以呢 通过这个CLF.predict 这上节课我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 对于一个新来的数据 或者多个数据的话 我们要预测 新来的特征相让 它们所对应的分类 应该是哪一类 所以我们就通过来调用predict 来预测新的测试级数据 它的Y值的Label 也就是说classLabel 或者叫要分的类别 存在这个Ypredict里面 然后呢 我们可以调用python面的一个叫classificationreport的一个函数 也就是说 我们把我们需要测试的 测试集中的真实的这个Y 就是它的标签 和我们预测的这个Y的标签做比较 然后呢 再填入这个真实的这个这些标签中 人对应的姓名 把它们三个作为参数来调用classificationreport 这样一个函数呢 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们这个分类器到底是预测出了百分之多少 哪些对哪些错 好 下面我们就可以建立所谓的叫confusionmetrics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在classification任务结束之后呢 我们可以建一个N乘N的一个方格 其中一方面横行和竖行分别代表了真实的每一组测试集 它的标记和我们预测出来的标记的差别 也就是说他们这两个标记中到底有多少个是预测对了 那么我们建立一个矩阵 这个矩阵的对角线所对应的那些值就是说我们预测的和实际的label的标签是一样的 那这个对角线上的数值越多呢 证明我们预测的这个准确率越高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怎么来把我们预测的这个结果和这个准确率的打印出来 我们先定一个plot gallery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收集的假说有一部分相测 我们需要把它以一种比较合理的方式来表现出来 来打印出来 给大家来可视化的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呢就定义几个变量 一个是传入几个参数 一个是这个images 也就是说我们要传入的图像 titles 还有一系列 我们要定义几行几列的一个相当于一个展览 把这个需要打印的图来打印出来 所以呢我们通过来 第二用plt上的figure 先建立一个图作为这个背景 因为后面我们在这个figure上面来画图 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要建立几排几列作为一个背景布局 然后呢我们需要打印的图打印出来 下一步呢我们有一个title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个预测的函数归类标签和实际函数归类标签 以及这些函数归类标签 但是他们所对应的名字 比如说谁是布什代表一 或者是格尔代表二等等 好 下面呢我们要把这个我们预测出来的这些人名存在一个变量里面 所以我们叫做prediction titles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调用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个plot gallery这样一个函数 把以x在测试级上也就是测试级上的这个vector 它的这个特征向量矩阵 以及我们所要预测的这个人它的title作为参数 来传到这个plot gallery里面来把这个图像打印出来 那么最后呢我们起对这个econface也起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想把这个特征向量的脸所代表的这种原相打印出来 也需要把原图以及我们预测的信息打印出来 所以呢我们就建立一个econface titles 后来我们来调用一个函数 就是我们之前定义的这个plot gallery 把econface传进去 那么我们就可以打印出来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我们实际看到的这个名人他们的脸和我们实际上是谁 和我们预测出来是谁这样一个窗口 另外一个窗口呢我们就会打印出来这个所有的econface 就是我们提取过向量特征点之后的 特征向量之后的脸是什么样子 好最后呢最后一步呢就是说 我们通过运行这个plt.show 把我们所有通过之前的命令 所包含的这个最终的图像来打印出来 好我们现在可以尝试运行下这个程序 看一下什么结果 因为我之前已经运行过一遍了 所以我们的数据的dataset已经下载好了 那么下面我们看到这个数据集一共有1288个samples 也就是说我们一共有1288个实例 更多个图片 那number of features 也就是说我们的特征值特征向量 它有多少呢有1850个 我们看到这个维度显然太高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后来用到了PCA降维的一个处理 那么number of classes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需要我们现在有多少个人 也就是说一共有几个人的脸 我们需要辨别 那么这类一共有7个人 好下面呢我们就打印出来了一些基本运算的这个进度 以及所需花的时间 那么最关键的一步还是说我们在使用SVM 在fitting这个来产生一个好的分裂器 根据他们所提供的这个training data set 就是训练机上面 好 然后之后我们看到我们这一步 就是我们实际来 就要用SVM support black machine 支持相反器的算法的时候 里面所找到的最好的一种组合 各个参数的一种组合 那么底下的这个表格就给我们打印出来 针对这7个名人 我们看到有这个布什总统 还有这个鲍威尔 美国之间的国务卿 还有各个名人 我一共有7个名人 他们对于他们来讲 我们预测出来的这个图片 预测根据图片预测出来的这个人的身份 他的准确率到底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采取了三种的衡量方式 一个是precision recall 还有F1 但是我们看到他们都打了85% 相当高的一个预测水平 那下面呢 我们想打印出来的这个矩阵 所谓这个矩阵就是我们之前讲到的 这个confucius matrix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一行代表 比如说他真正的标记是谁 那纵行就可以代表预测的是谁 也就是说当预测的和真实的相等的时候 这一种情况他预测对了 你就给他加1 所以我们看到在对角线上的数字非常重要 他们就表示了有多少个实例是被预测正确了 也就是说预测值和实际值相等 那我们看到 dump的数据在这里还是预测正确的 当然有一些错误率存在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 我们总体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的平均的precision 会靠这个值0.85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最后打印出来这个效果 就是说 首先我们看到f2这个图 不是他原来的人脸的灰度图 而是一个agon face 就是说我们提取了相当特征之后打印出来的图 看起来有点像这个比较奇怪的人脸 但是他其实是把特征提取了 而不是说看每一个人脸他内部的所有点是什么样子的 它是一种抽象化的特征的提取 所以我们右边现在看到的是这个agon face 他的脸的一个景象 那左边就是我们进行classification 分类或者叫prediction 分类之后预测别人的脸是 到底是属于哪个人 这样一个一部分脸的一个demo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每一张图 我们下面写一个true 也就是他真实的人身份是谁 那么上面写了一个predict 也就是说预测 也就是说我们根据刚才建立的这个svm的模型 来预测每一个人他是属于谁 来认出来他 那通过这两个的对比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哪些人是被认出来了 哪些人没有被认出来 被认错了 我们浏览一下这个图形结果的发现 大部分都识别正确 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比如说布什认出来了 然后呢比如说这个是美国之前的这个 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 以及鲍威尔前国务卿 我们看都预测对了 那么有个别 也可能有个别的这个错误识别 比如说这里面这个人他真实的名字叫Sharon 但是我们错误的识别成了拉姆斯菲尔德 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脸都识别正确了 好今天这个课呢 我们就等于说通过SVM SupportVectinMachine支持限量机 在SqLearn里面的应用 跟大家完整的介绍了一套 如何进行人脸识别的一套程序 那么到本节课呢 我们就结束了这个 通过四节小视频课的内容 我们就结束了支持限量机 也就是SupportVectinMachine算法的介绍 从下节课开始 我们将给大家开始介绍神经网络算法 也就是所谓的Neural Network 好本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